大家好,这里是六爹,我们又来开信时间 今天收到一封信啊 这个尼尔森 尼尔森是美国一个大的 搞这个调查问卷的公司 我没有打开 我大概猜到可能会是什么 等一下再说,我先 呃,实时打开看一下什么东西 信里边 给了五块钱 现金啊 全新的 可能从银行刚取出来的 为什么说会知道是 有可能是这个钱呢,是这样的,是因为 之前呢,他寄过一封信,大概放了两块钱现金 说呢 附带了一个调查问卷 关于你家里好像是电视服务啊 internet的服务的一些调查问卷,如果你填了寄回去 他就会再给你寄个五块钱 所以呢 这个 看这个 Survey Participant 就是 谢谢你完成了我们的这个Survey Radio TV Questionnaire 然后We have enclosed the $5 we promised 就给你五块钱 挺有意思 这是也算是有常进行调查问卷的一个方式 看来这个公司不差钱啊 随随便便就给个 两块钱五块钱 给客户了 当然这个附带问题是这个 美国联邦邮局 应该规定是不允许在信封里加在现金的 当然 他们公司这么做也不知道 是为什么没有被 被这个 邮局 制止 这个尼尔森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司了 OK 今天的 开信 就到这里 怎么样 天上掉下 五块钱 天上掉下五块钱 你看 感谢观看